秋天到了 婷婷和爸爸媽媽去郊外旅行 去到郊外 婷婷突然摸摸頭 咦?有什麼跌落我的頭? 原來是一塊樹葉 好大風啊 婷婷頂帽被風吹走了 她追著頂帽,不停跑啊跑 幸好追到頂帽 咦?那裡有人放風箏和吹泡泡啊 郊外風大,婷婷打黑超啊 於是媽媽就幫她穿外套 這樣就不怕冷了 接著婷婷就和爸爸媽媽一起野餐 食物真是很好吃的 你看看婷婷把垃圾丟到哪裏 好可愛啊 那些蟻仔當然肚餓了 他們搬食物去哪裏呢? 婷婷跟著螞蟻走啊走 竟然去到一個果園裡 果園的主人還送了些水果給婷婷 天黑了 回家的時候 婷婷累到在爸爸背上睡著了 好嗎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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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嗎?